阿弥陀佛 大众请坐下 我们法会到今天就圆满 我们首先感恩各位 我们恭请我们主办单位代表圣庙法师自感谢词 尊敬的主法和尚 尊敬的各位法师 尊敬的各位大德同修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天是已未年清明祭祖 护国习灾超见信念法会第三天 三十信念法事今天圆满结束 明天就是清明祭祖大典 香港乳士道三教联合祭祖 自从2012年首次举办以来 今年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 随着经验祭祖的经验祭祖法会 会一次比一次办得更趋向于如法完善 进来 尽力祖的经验祖法会 提示到六大的概念 六大就是大心 大愿 大根 大本 大行大国 这六大首先教导我们要发大心 立大愿 师父本人做出了最好的榜样 他在三十八年前第一次来到香港讲经时 就想到这个时代礼崩越坏 造成社会动乱 要怎样才能转化世道人心呢 所以他心心念念想到的是国家民族 是众生福是众生福子不是个人名利 这就是发大心 纯心为大众 所以是大 如果纯心为个人 那就是小 不是大了 发了大 发了大心之后 他就想到 一定要 恢复 传统的 祭祀 礼仪 交效 交敬 才能 转化 世道人心 于是 他 倡导 建立百姓 宗词 依照百家姓 供奉四百五十多个姓氏的祖先 毅然决然地以继承传统为己任 这就是立大愿 二十五年之后 也就是二零零二年 终于在香港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中华民族万幸先祖纪念堂 共奉中华民族二万三千八百多个姓氏的祖先 实现了多年的理想 又过了十年 从二零一二年开始 香港辱士道三教 每年举行联合祭祖大典 师父上人的愿望得以贯彻实现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从师父上人最初发心以来 三十多年的曲折过程 在这过程当中 提倡祭祖 就是落实中华文化的根本 一切德行的根本 孝敬 这是 扎大根 缅怀祖德 进而充实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的学问 这是故大本 致力于讲经教学 弘扬传统孝敬 伦理道德 圣贤教育 孜孜不倦 数十年如一日 让大家能够明白道理 了解中国人的老祖宗 是积德行善起家的 对于后代子孝敬 无比的厚爱 让大家懂得饮水思源 知恩报恩 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 将祖宗之德 发扬光大 这是修大行 通过祭祖的孝敬之行 进而敦厚世道人心 最终能够达到和谐社会 与世界大同 这就是正大国 所以 这就是师父上人 在祭祖这桩事情上 落实六大的视线 特别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希望经由这个体会 帮助我们大家 在日常生活当中 也都能落实六大的精神 拓开心量 立定远大的人生目标 为社会国家民族 贡献自己的力量 广泛利益众生 将来必定能够得到 殊胜的成就 这次殊胜庄严的法会 得以顺利进行 有赖于诸佛菩萨 与隆天护法的慈悲加持护佑 师父上人 上境下空老法师的智慧指导 主法和尚 上物下道法师的慈悲带领 冬天牧山 与甘肃金山寺 月仲法师的心勤引导 中华华藏敬中学会 诸位法师诸位大德同修的 鼎立相助 狐立你居士 即香港佛陀教育协会 众同修的慈悲协助 七百多位义工同修 日夜辛劳的慈悲护持 以及参加法会每一位同修的 真诚精进 如此 来自海内外 华夏子孙八千人 齐聚一堂 共同祭祖 形成一股强大的凝聚力和正能量 有助于社会国家的安定 团结 对于这一切 以及其他所有的助援 主办方圣贤教育学会 在此表达衷心的敬意与感谢 希望经由这样的祭祖法会 能够令更多的人觉醒 一起认主归宗 共同弘扬古圣先贤的伦理教育 道德教育 因果教育 圣贤教育 从而净化人心 一封一俗 达到社会祥和 国家安定 乃至能够帮助全世界化解冲突 实现永续的安定和平 这是功德无量的大事因缘 愿与大家共名 最后敬祝大家身心安康 六十吉祥 福贵圆满 功德无量 谢谢大家 感谢寺庙法师的支持 感谢他